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四 今日我们迎来了意外的惊喜 10月份的CPI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我们又看到了通胀结束 以及美联储早日改变政策方向的希望 美国股市也因此出现了久违的暴涨 大家的股票账户 今日应该都有明显的好转 之前我们讲过美联储的收紧政策 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影响通胀数据 那美联储是在今年3月首次开始加息的 到现在刚好8个多月快9个月 不得不感叹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和规律性 那看到今天这样的情景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按捺不住了 在想是不是危机解除了 美股就要一路向北了 那本期视频就来聊一聊 我对接下来走势的看法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现在熊市是否已经正式结束了 要一路反弹了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CPI数据 10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 涨幅低于预期 这表明尽管通胀仍然高涨 但已经开始降温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作为衡量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广泛指标 消费者价格指数 10月份环比上涨0.4% 同比上涨7.7% 两者都低于市场预期的0.6%和7.9% 另外更加重要的是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 核心CPI10月份上涨了0.3% 同比上涨6.3% 也均低于市场预期的0.5%和6.5% 所以表面上来看一切非常的乐观 通胀终于开始下滑了 因此三大股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在今天道琼斯指数截止收盘上涨3.7% 标普500上涨5.5% 纳斯达克更是上涨了7.4% 均创下了新冠疫情后最大的单日涨幅 如果更加具体的来看 10月份CPI环比上涨0.44% 虽然低于了预期 但实际上仍快于9月份的0.39%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最左边的第一列是10月份CPI的环比变化 第二列是9月份的环比变化 第三列是9月和10月增长速度的差值 而第四列是每一个部分对10月环比变化的贡献 所以加起来等于10月份环比增长的0.44% 然后第五列是每一个成分对两月之间差值的贡献 加起来等于0.05% 通过这样去对比去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尤其是我们看最右边的这一列 这是最关键的信息 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 相比9月份10月CPI环比加速或者减速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除了住房和核心商品外的核心服务价格减速非常明显 也就是第四行 这占据了10月份CPI整体减速的大部分 而其他部分相比上个月只有一点点减速 甚至能源价格还出现了加速 如果进一步深挖再往下看一层 CPI总值中环比增长和下降 分别排名前10的成分 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趋势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本月核心CPI减速的很大一部分 来自于相对波动较大的成分 这在经济学家眼中很可能被认为是一次性的 或者说下降趋势持续概率较小 比如说我们看到10月份价格下降最快的 有新车和二手车价格 健康保险 那这些部分的下降可能并不代表核心通胀的趋势 因为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 在每月之间相对来讲波动会大一些 因为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季节性的影响 那在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10月和9月之间的加速差值贡献最大的 10个增长和下降的部分 同样我们可以发现 新车和二手车 公共事业和健康保险占据了CPI减速的0.26 是贡献10月减速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惊喜最大的部分 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也想再次提醒朋友们 富途mumu美港股交易平台的免费送股票活动还在进行中 而且刚刚得知他们正在举办10周年的庆祝活动 现在美国观众开户并入金2000美元以上 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 立即就可以获得15只免费的股票 每只最高价值2000美元 另外现在还有10美元的现金奖励 除此之外 香港 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 在当地也有专属的优惠活动 而且mumu的功能非常强大 美国的用户可以一站式交易美股和港股 同时可以享受长达16个小时的美股交易时间 从美国东部的凌晨4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交易 所以如果看到任何重要的盘前盘后的新闻 不需要等到开盘 就可以赶在很多投资者之前 及时的止损或者及时的入场 尤其是很多利好消息出现时 在开盘之后已经完全反映在股价中了 基本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 而盘前的交易还能够让我们抢到部分的利润 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会把免费零股票的连接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把同比商品价格CPI和服务CPI区分来看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商品价格已经连续几个月下滑 但服务CPI却还在不断地攀升 甚至现在处在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预计这个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关键就在于 接下来几个月中 商品价格的下滑能否成功地抵消掉服务价格的上涨 如果能的话 通胀整体会持续地低于预期 但只要有一个月商品价格的下滑 未能抵消服务价格的上涨 那CPI有可能再次超出预期 当然这究竟是否会发生 或者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很难去预测 但长期的趋势肯定是向下的 这个过程怎么走 依然是一个很难预测的未知数 如果从环比的角度去看 也是一样的趋势 商品的价格还在下滑 而服务价格随着食品价格还在不断地上涨 所以10月份的CPI7.7%的环比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服务CPI上涨了3.9 而且蓝色的部分已经连续数月不断地扩大 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外的商品价格 也就是深橙色的部分 在过去几个月中占据了越来越小的成分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居住成本CPI还在不断地攀升 甚至是10月唯一一个还在大幅上涨的成分 10月份住房指数环比上涨了0.8 是该指数自1990年8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 租金指数也环比上涨了0.7 业主等值租金指数上涨0.6 最后继9月下跌1%以后 10月的离家住宿指数却意外上涨了4.9 所以整体来看居住成本不容乐观 尤其是考虑到居住指数是10月CPI增长中 减去食物和能源以外最重要的成分 占据了食物和能源以外40%以上的成分 所以情况依然非常的严峻 在10月份中租金通胀同比增长了6.92 创下了历史新高也高于上个月的6.59 还有住房通胀上涨了7.52 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高于上个月同比增长了7.21 不过好消息是 实时租金却还在不断的下滑 CPI中的租金数据通常有5个月左右的滞后在其中 所以在未来这个数字有望不断的下降 那在CPI公布之前 市场预计12月份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30% 而在报告发布以后 现在概率几乎为零 反映了市场更加乐观的态度 尤其是对明年继续加息的预期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人们又再次压住 美联储会更早地停止加息 甚至开始减息 那整体看起来10月份CPI数据整体的趋势是非常不错的 通胀终于有了放缓的迹象 当然具体来看并没有表面的那么乐观 很多环节比如说服务价格还仍然非常的顽固不断的上涨 所以并没有到风险完全解除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看到之前市场情绪已经非常的悲观了 此前10月份的技术性反弹 昙花一线很快就过去了 但现在市场终于再次迎来了一则重磅好消息 所以必定又会有一波技术性的反弹 而且这波会相对的强势 那接下来反弹会不会继续大概率是会的 所以这对于短线投资者们是一个好的做波段的机会 但是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 我认为还没有到可以不顾一切去梭哈的时候 如果仅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我不会马上变得极度乐观 并不会不顾一切的现在去抄底 首先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 通胀早晚会下来 但关键就在于什么时候下来 以什么样的速度下来 如果我们回看今年年初至今的每个月的CPI数据 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 此前8月10日公布的7月份通胀数据中 当时整体CPI和核心CPI同样都低于了预期 股市当时也出现了一小波大涨 因为大家当时都以为从那开始通胀就一路往下了 但是很遗憾 之后9月的数据又再次超出了预期 股市再次回落 那现在这一次会不会重演历史呢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精准地预测下个月的通胀数据究竟如何 但超出预期的概率还是存在的甚至是较高的 那鉴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会多一些耐心再等一个月的数据出现 如果连续两个月的CPI都低于预期 那届时通胀放缓的趋势再会把握更大一些 那肯定会有朋友问下个月如果又低于预期 股市再大涨我们是否就错失机会了 那我现在的观点和之前8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时的观点完全一致 在现在这种宏观数据完全主导市场的背景下 股市肯定会经常出现剧烈的上下波动 再加上宏观数据与个股的分析不同更加的难以预测 所以我们才要更好的去平衡风险和回报 纳斯达克指数年初至今依然下跌了30% 所以哪怕下个月CPI低于预期 股市暴涨之后我们再入场 即便错过了这两次暴涨 届时依然还有非常可观的潜在回报 相比之下如果现在就去抄底 然后到时候数据不好 新投入的资金亏损的风险还是较高的 当然炒股永远没有100%的事情 都是要平衡风险和回报的一个概率问题 所以总会有亏损的风险以及错过潜在回报的风险 我们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 所以必定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假如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较高 那当然可以现在就去入场一部分资金 下个月哪怕数据不好 股市整体暴跌 也可以继续补仓降低成本 但是如果您和我一样 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从风险回报平衡的角度来看 我现在会选择承担错过纳斯达克 再反弹5%的风险 去等待11月份CPI数据的来临 届时如果再次低于预期 通胀向下的趋势 我认为就可以大概率确立了 那届时纳斯达克可能依然还有20% 甚至更多的潜在回报率 等着我们去赚 那这只是从大盘的角度去看 对于那些年初至今暴跌的股票 真的不差着一个月的时间 之后肯定还有更多的机会 去弥补年初至今我们的亏损 而且现在通胀其实只是市场的风险之一 另一个风险则是企业财报的问题 接下来一到两个季度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衰退 各大企业财报爆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在这期间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以及机构们也需要重新调整他们的预期 给出合理的估值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财报季 爆雷大概率只是一个开始 通常要等几个季度 投资者才能再次达成共识 这个时间的长短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经济恶化的速度和幅度 各大企业应对的反应速度 甚至过于乐观或者悲观的预期 都会影响这个时间长度 尤其是在衰退开始的初期 也就是现在这个阶段 从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到各大企业的CEO都很难判断 接下来经济衰退 对自己公司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所以就需要一到两个季度 出现让投资者特别意外的业绩之后 当然也会导致股价剧烈的波动 直到情况有所稳定 大家都对经济以及公司的运营状况 有了更加精准的判断 他们的预期也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准确 届时机构投资者们才会更加敢于 压住熊市的结束 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追踪的风险 那整个视频总结下来 我的看法是 一个月的CPI数据好于预期 只能说明完成了部分的努力 还需要再来一次好于预期的数据 才更加的稳妥 尤其是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 可以再等等看 的确有错过大反弹第一阶段的可能性 但从平衡风险和回报的角度来看 不妨再等一等入场 哪怕错过了这一阶段 之后还有第二 第三甚至第十阶段的反弹等着我们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抄在最谷底或者反弹的前夜 但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十次这样做 八次最后都会揭飞刀 所以在我看来真的没有必要去冒这种风险 小心时的万年船 尤其是现在这种无法预测的宏观数据 主导市场的背景下 更加谨慎一些肯定是没有错的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